好,我们来看一些计算题 第一题,正方形的面积为5 那么边长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个正方形 如果它的面积是5 那它边长是多少呢 我们前面介绍过了 这个地方的边长 没有办法透过整数分数 或者是小数来表示它 因为它是一个无理数 那么这个无理数呢 我们就把它给记为根号5 我们把它开根号出来 然后把面积给丢进去 我们就说它根号5就是它的边长 所以第一题,根号5 那么如果它的边长是根号5 它的特性是什么 根号5乘以根号5 边长乘边长会等于面积5 所以根号5乘以根号5 就会等于5 那么我们来看第二题 边长为根号7的正方形面积为多少 我们来看 如果它的边长为根号7的正方形 面积就是根号7乘以根号7 那么就会等于7 所以第二题答案就是7 接着我们来看一些题目 根号11的跨乎平方 那么我们知道它可以写作 根号11乘以根号11 算出来等于11 所以第一题答案11 第二题 根号4.9的平方 我们可以写作根号4.9乘以根号4.9 乘出来等于4.9 所以答案4.9 第三题 根号3分之2的平方 所以说代表就是根号3分之2乘以根号3分之2 答案3分之2 好,那么这边我们来整理 归纳一下这里的重点 这边的重点就是简单的概念 根号A乘以根号A会等于A 这里 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熟练的地方 像是这个根号5乘以根号5等于5 根号7乘以根号7等于7 根号11乘以根号11等于11 根号4.9乘以根号4.9等于4.9 根号3分之2乘以根号3分之2 算出来等于3分之2 所以说这个概念请同学要熟练它 根号A乘以根号A会等于A 这个概念是关注于A